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骑车机场附近只有80 骑车机场除了跑道 这边过去是停机坪 随着机场搬迁也开始大兴土目 建了新的医院 因为临近市区 过去飞机起降要飞越大片居民区 因此有这样震撼的画面 可以想象居住在机场附近 噪音会有多大 因为机场北面就是高山 从北面起飞降落的飞机需要立即西转 另一方向指向东南 也是因为除了鲤鱼门外都是山 骑车机场还被评为史达最危险的机场之一 因此机场北面的一座小山上画有格子 提醒机场看见此格子时需立即转向 因此此山现在就被称为格子山 格宰山 好多良惯 你 awan 我 感谢观看